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慶 今天要來介紹一個非常 好的一個東西給大家哦 就是呢 自動翻譯機哦 那這個東西叫做團子自動翻譯器哦 那這個東西是我今天在 b 站的時候 啊在 b 站看到的影片 那今天就來介紹給大家看哦 大家不知道看到我的畫面 下面是不是有一個自動翻譯 法術器一級八怪獸抽兩張牌哦 雖然他 雖然他翻譯的好像 不是到非常的精準哦 但是我覺得 呃對這款遊戲沒有中文的玩家來說 應該是非常好哦 那像是這一個白石啊 他就說哎龍調邪器效果就是調和 就是協調的意思啊 如果這張卡被送到 g y 就被送到墓地哦 添加一隻藍眼白龍從 從你的甲板到你的手牌 就是甲板就是那個嗎 大家都知道就是從牌組嗎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翻譯 之後就還蠻方便的 那我們再隨便選一張 哦那下面就馬上翻譯哦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畫面稍微 如果有 如果有這個 畫面移動切換 他就會自動翻譯哦 我們再點一張灰流 哦你看他就馬上翻譯 那我們再滑下來 ok 他又馬上翻譯了 所以今天就來教大家怎麼下載哦 那我把載點跟 呃 b 站原本的影片 我都會放在下面哦 那另外呢 我會 呃放一張 呃放一個繁體 簡體自動轉繁體的字體 給各位下載啦 那我們下載完呢 啊會在 看一下哦 放在低潮 好 那我們下載完 就會進入這個團子翻譯器哦 那我們打開之後呢 他就會會要你 註冊啊 他就會要你註冊哦 那就會這個翻譯器就長這樣了 哦他就會要你註冊啊 然後就要做一些設定哦 那要先把本地 歐斯亞給打開 那先點運行 然後測試之後 才可以點使用哦 這個其實上面都有教學哦 那翻譯設定呢 我目前是把騰訊的開啟 我覺得你就照著我的方法弄就好 如果騰訊不行 你們就試試看其他的有道百度 谷歌彩雲之類的 那顯示設定呢 這邊我推薦大家用 我 給大家下載的字體哦 因為他原本的字體是簡體嗎 那我這邊有一個 米全 一維米黑簡轉繁 他是自動把簡體會轉成繁體字哦 然後這邊有一些什麼字體樣式啊 然後自己大小什麼大家在自己設定哦 大概就是這樣哦 那你要翻譯的語種呢 我建議是使用英語哦 因為他翻日文 我覺得翻的不夠的 不夠精準 我覺得翻的不夠準確哦 所以我現在遊戲王 master 度我都是使用英文哦 因為用日語的話 我覺得就翻的沒有這麼好哦 那麼全地全部設定完之後 你只要打叉 然後下面這裡自動給他打開哦 啊自動打開之後 你只要隨便點一張牌 他下面就自己翻譯了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們稍微 簡單打一場給大家看哦 看一下怎麼即時翻譯哦 好 那我們就隨便打個電腦 ok 哎我看一下 好這邊可以選自己要的牌哦 那我們也可以 呃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螢幕上面有一個框框哦 就是框框 選取起來的區域 你就可以翻譯那邊的字哦 那例如說我現在點龍覺醒 哦 那我們我們可以到 設定的旁邊有一個框框 我們就 把我們要框的地方給框起來 有沒有 他就說 從你的甲板到手上最多增加兩個 怪獸攻擊力3000 守備力 2500 對然後我們再點一下對方的怪獸 啊那這個框框我們可以稍微 射大一點 然後他就寫說哎當這張牌正常召喚時 當這張牌被戰鬥摧毀後 你可以將一個四級或更低級 的怪獸從甲板發送到GY 意思說從牌組堆墨 所以這麼一來 哦這麼一來我們隨便點一張卡 他就馬上翻譯 有時候翻譯比較慢 但我覺得他大概都翻譯個一兩秒 哦一兩秒就直接翻譯完成 我覺得是 非常好的好用哦 所以今天就 介紹這個軟體軟體給大家哦 那希望大家可以 呃有更多人可以加入我們這個 master duo 的世界哦 畢竟只有英文日文真的對我來說也是 非常痛苦啦 那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希望大家如果喜歡 可以把這個影片推廣出去 那也可以訂閱支持一下哦 那我們就下次見拜拜